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种数量相关联 于周四晚八点将结束就重新开放发起的全民调查 总理府部长在政府信息网表示 政府将于周末公布结果 就此他强调 政府将根据全民调查的结果决定 重新开放的细节和免疫证明相关的权利 感染新冠病毒还可能造成严重的长期身体和心理的并发症 这对患者的康复愉加重要 在可能发生的并发症中 布达佩斯圣弗兰茨医院的总干事艾米尔强调 窒息 虚弱 脱发 失智 学习困难和睡眠障碍等等症状都有可能出现 他们已经在努力开发针对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综合治疗方案 其中也包括康复治疗 外交和对外经济部长宣布 联合国反恐办公室的区域总部将在布达佩斯设立 希尔多比德表示 目前有七个联合国组织在匈牙利首都 共设有九个机构 为1500人提供了工作岗位 外交部长强调 预警和提前预知在打击恐怖之一方面 十分重要 匈牙利坚定地为能够成功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 做出贡献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佩戴口罩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